问一下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觉得你是一个装的人还是个不装的人 我肯定不装 时尚巴刹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任嘉伦 这次是第一次来米兰看秀对吗 对第一次来米兰 感受还是挺好 吃到了很好吃的美食 然后也去了一个 我认为还非常不错的公园 那你介绍一下 你今天看秀的这个look吧 今天就穿了一件 是来自艾丑最新剧的这个刺绣夹克衫 无论是领口还是这个袖口 它都有这种花卉的刺绣 我觉得非常的百搭 所以我很喜欢 我第一眼就中意了 而且版型也特别好 没有人会不喜欢这件衣服吧 我是这么觉得 这一次看了这个秀的话 你对这一次秀场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给我们形容一下 三个关键词 还是设计感 创新和继续吧 我觉得 然后我一直很喜欢这个etro的风格 配思里花纹 这都是我很喜欢的 我也希望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我这次看到了 看到了它的创新 看到了它的变化 但是就是没看够 过得很快 每次看时装周都是这样 Fashion就是一闪 对 就是刚享受 可能短短的一小片刻 然后就过去了 但我听说你是从拍摄我们东面 大获成功之后 从此就爱上了 时尚大片的拍摄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就是今天也我一直在外面拍找各种的感觉 就是因为可能爱上了这件事情了 有点疯狂 有点疯狂 可能过后大家会看到稍微有点疯狂了 问一下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觉得你是一个装的人还是个不装的人 我肯定不装 对 那你觉得时尚呢 Fashion的话那是应该装还是应该不装 我觉得要追寻个人特色 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如果他勇于展现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都是我很欣赏的 那你后面有什么新的作品吗 看什么时候新戏播 然后等待消息 然后继续拍好 现在要拍的戏 继续准备接下来的什么巴黎 嗯 对对对 对对 那我们巴黎见咯 巴黎见吗 好呀 拜拜 巴黎见 巴黎见